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日中午發生住宅切刀案件 於19日11時取發現嫌疑人騎乘車重機 進本分局與通宵分局遠景實施攔截為補 在厚容偏僻山區內查獲嫌疑人 身上期貨現金20億萬 黃金首飾約10億兩 專案小組追查發現 犯險剛在通宵地區方案 被害人經警方通知後 財經學住家召竊 警方通知兩戶住宅被害人 及車主領回召竊財務及機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 河南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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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